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观众对她情感联系的一种体现 也是一种亲密的称呼方式 琪琪合一的叫法更展现了观众对她的熟悉感和亲近感 这种称呼方式更能拉近观众与诚意之间的距离 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经常会在评论区发现果果说成一傻乎乎的好可爱 简简单单的词里 包含着对琪琪很多的爱 而后来越是了解她 却越不觉得她傻乎乎 其实琪琪是那种 别人说什么 她都会很认真的相信的人 她也并不是憨憨的 在她心里 即使是陌生人 都是对她充满善意的 善良的人心里面永远相信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多少坏人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 她现在依然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原因 生活中大之若鱼 演起戏来的诚意可以点不含糊 每一次演艺都会用心准备 开机前做加法 拍摄时做剪法 用心创作角色 尽管有点射孔在身上 可提起戏来 那个侃侃而谈的少年 仿佛周身在发光一般 琪琪的傻 我更愿意当她是一个包一词 内心简单的人 才会有这种大致若鱼的傻气 而我们珍惜的 心疼的 放不下的 不就是那个有点傻傻的她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